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CityBen 如表题所说 我们今天就会去一个位于在Etingburgh的一个 Rarefield Recreation Ground的一个地方 去那里走一下看一看 那里有一条运河 有很多船停泊在那里 也很有趣的 那里有一条在Nottingham很出名的一条河 叫德伦德河 算是很寬很大 那里还有一个水坝 非常漂亮 很有历史价值 稍后会去看一看 不讲那麽多了 我们出发再讲吧 那今天很特别 我们不是开车去 我们呢 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是踩单车去 和我的朋友Marcus 一起踩单车去的 动一下 运动一下 好了 Marcus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我们已经到了 过了前面的桥 我们就到了 我们已经到了 Fairfield的氧气氛团了 这片草里应该是那个氧气氛团了 这个地方有很多 有很多船 有很多汽车 这里有一个停车场 你可以在这儿泊车 然后这个大粗地 你就可以在这儿踢一下球 洗一下球 放下狗 都是可以的 再走前一点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水坝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一路这样沿着走 一路沿着走这个小景 都会看到这个Recruiting Ground 它是很大的 那对面呢 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到 一些水声 就是那条河的水声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好了 我们又沿着那条小景 走 就会看到它有一些水 就是河流来的 这个就是河流 听到很多水声 因为这里有个类似堤坝 对了 非常漂亮的 一扣一扣一扣 但是千万没看到这么开心 好像很舒服的 就下去游泳 因为这里非常深 河流的水 都是流得很快的 曾经在这里 就是有人很不小心地 失去了生命 所以大家都要记住 玩玩玩 但大家都要记得小心 不过这里 不过这里 真的非常漂亮的 旁边就是那个Recruiting Ground 这边是一条河流 这边就是整条河流 附近还有一个 那些堤坝 现在也会去堤坝 很多 是很够历史的 但是我之前已经起了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对面好像有点路 其实对面就是 Latingborough的 Natural Resolve 是一条可以逛逛 散步一下的地方 也有很多鸟仔可以去看 也很有名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如果下次有机会 也会拍一段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究竟是怎样的 那边刚刚就是河 我们沿着走到这里 这里就是那条混河 其实那条混河 那些水从哪里来呢 就是那条 主要那条德伦德河流 就是分支 那些水来到这里 这个就是那条混河 很多船停发在这里 那前面就是水坝 那我们过了一条小桥之后 就会看到那条水坝 那这个就是水坝 非常之漂亮 那如果要开闸的话 就要用人手在那里推 那都是很大力的 那都很够历史的了 那再走前一点 就是有个餐厅 那今天就不去 因为我们不太够时间 那这样 那还有沿着走那里 都是可以去到 Latingborough的Nature Resolve 这里实在是非常漂亮的 那条混河 再加一条小的桥 再加上水坝 很有英式的特色 好了我们现在走回去 拿单车踩回家了 那由于今天不太够时间 所以就没有什么 不能够录到很多的细节 给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来这个 Warefield Recreation Ground 那里看一下 走一走的 好了 那单车都在这里了 那我们回到家 再做一个总结 好了 我们终于由那个 Warefield Recreation Ground 回到家了 刚才在河流附近 都很大风 差点吹跌我的单车 那刚才有见到温河 有见到德伦德河 还有有很大片草地 都是非常漂亮的 风景都是很好 我觉得那里都是很适合散步 还有玩的 那我都很提意 就是很建议大家 如果有空 都可以去那里走一下 看看 甚至是乘搭单车 也好 好了 那这条影片到此为止 按赞,订阅,订阅,分享 给大家看我们下集影片 再见 拜拜 拜拜